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贵国别老 迪哥 今天去喂食跟大家讲一下 黄源到底是应该早上喂好 还是下午喂比较好 有很多龟友在喂食的时候 特别是经验不足的龟友 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困惑 他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喂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呢 现在是中午啊 但是这个季节 我们这边这个晚上啊 温度相对会低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是上午喂 因为温度高的话 有助于乌龟的消化啊 就是避免避免突然降温的话 就是肠炎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 选择是在温度高的时候喂 而讲到这里呢 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前年 可能也讲过就是说 关于黄源啊 饲养的那个 这个这个物种 他对温度的一个变化 身体产生的一些变化 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 再重新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 一般来说的话低于20度 他就不会怎么进食了 他的那个 生理的机能会减弱 低于18度的时候 他就会慢慢的行动会缓慢 慢慢的进入冬眠状态 15度以下就开始冬眠了 如果说长期低于零度 或者零下很长时间的温度的话 有可能会冻死 那在什么时候是活跃温度呢 一般就是在20多度以上 我们确保确保确保的温度 是应该在25度以上 实际上在22度以上 他就已经不会再说是那个 处在那种冬眠和睡眠状态 他就会慢慢的活跃起来 温度25到30度是比较非常活跃的一个温度 那再高了的话就会有可能会出现下面的状态 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 那么我们在喂食的时候 也不要说是我在哪里哪里 我在北方 我在南方 我这里温度多少多少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问 我到底中午喂 晚上喂 还是上午喂 这些东西都不用问 我们只用根据温度 就是我们所在地区的温度 来决定和调整就可以了 包括北方的朋友 北方也有热的时候 也有冷的时候 南方也有热的时候 也有冷的时候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也有冷的时候 也有热的时候 只是说冷和热的交替的时间 还有长短的问题 大家在喂食的时候 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说 关于早上喂 还是晚上喂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 大家最重要的是关注温度 就是说夏天的时候都没所谓 低温都是二十几度 高温三四几度 就算是这种温差 其实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为低温非常高 那大家在决定早上喂 还是晚上喂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春秋天 它那个早晚温差很大 建议上午喂 要它有一个足够的时间 在温度高的期间去进行消化 夏天就没所谓了 大家注意这一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